桃園市桃園区中路重化区内建案林立 这一路人口快速增加 为了满足当地幼儿园的需求 教育局筹设桃圆市立桃圆幼儿园 由市长郑文灿亲自主持了开工动土典礼 新建的幼儿园导入健康空间概念 提供幼儿围形森林的游戏还有教学的环境 动场第一场 风表演示开地平安动土大吉 桃圆市立桃圆幼儿园开工动土典礼 由市长郑文灿与多位名一代表共同资产动土 桃圆幼儿园基地位在桃圆区中路重化区内 由于当地建案林立人口成长迅速 因此市府规划在重化区内的文中用地 筹设桃圆幼儿园 这项工程总经费为一亿零两百万元 一共规划九间幼儿教室 两间活动教室及一间多功能教室 预计可遭收228名幼童 那这个幼儿园的规模会到九个班 包括两到三岁的专班 我们用九种台湾特有的动物来命名 那这九个班合计会有228个名额 那我们在中路已经有这个公托中心 那这个幼儿园兴建了以后 对于年轻家庭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校园设计理念是以收纳自然为主轴 另外幼儿园还导入了健康空间 包括优质室内空气品质 充足的日照以及绿色视野等健康设计 提供幼儿一个围形森林的游戏空间 游戏场让幼儿园可以有更多的课程设计 桃园幼儿园预计在112年九月竣工 完工后的幼儿园除了提供幼儿一个快乐学习 及成长的优质环境 也将成为当地一处以中庭森林为核心的教育场所 我的大陆坦 很改变